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 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 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 主要是竹简或目读 但这些素然陈列于 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 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载体 卷博不仅有文字 还有图画 卷博属于奢侈品 写在卷博上的书籍更是罕见 今天我们称之为博书 由于珍贵且亦腐朽 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这些书都是非常地薄的 出土的种类也是非常地丰富 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很多年来 人们似乎都相信 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 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情典籍 马王堆汉木出土的这些博书 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 他们中有一部分 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 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 留存至今 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 当他们再次现实 不仅烧来了 散意已久的远古音讯 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 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所有的部分 三部分 简薄顶藏全部都是出自立西木 一个有多少呢 十三文字 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 黑色的七书连里面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博书之后 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博书的身影 马王堆三号母由于白高泥密封不严 涌入了地下水 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七书连时 里面的博书粘结在一起 装入两块泥砖 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湿 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两卷剪毒等物品 装表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 才把这些博书初步揭表出来 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 一直持续到今天 马王堆汉木群的发掘 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 大众兴趣的焦点 或许是一号母的新追夫人 但对历史学家来说 三号母的博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 他们中最早的可能超许于战国末期 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 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 似乎都可以在博书中找到痕迹 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 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 用小传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 之后又产生了隶书 汉初的书体 恰好处于从传到利的发展中 马王堆博书 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琴力 汉传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汉力只要它最后面一笔是辣的时候 它都会加重比例 你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 对不对 对 我们有没有发现 文字到这个时候 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 我们后来到了东汉 书法就开始出现了 并且到达了高峰 好 我们慢慢走这边 好 我们慢一点 他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 十多万的文字 涉及政治 经济 哲学 历史 天文 医学 军事等方面 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 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 当然 作为牧主人丽西的私人藏书 难免受限于她的个人喜好 比如说 这一批博书中 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 好在总体来看 丽西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 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 这是自隋唐后就义诗的《象马经》 从字体上看 它抄写于《汉初》 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象马》 这本博书的第一篇就讲到 《伯乐所向君子之马》 也就是说 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象马理论》为基础 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 例如 通常来说 一匹两马需要 兔兔之头与其尖 虎之舟草与其耳 鸟目与锦鹰 鱼之旗与己 此外 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 这条线越长越好 一寸带鹿 二寸带迷 三寸可以袭乌 所谓袭乌 一只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 看到博书《象马经》 我们大胆猜测 甘肃擂台汉木出土的 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 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 下载数字文博APP山海 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 生逢太平年月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 这是一幅彩色薄画导引图 导指导气 引指引气 这层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 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 其图纹实物被第一次发现 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 或长跑或短衣 或徒手或持蟹 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 共有44个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凡 怎么做的呢 右手掌心朝上撑天 左手向下指地 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 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凡呢 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 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 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 有利于排解心中的凡闷和烦恼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 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 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隔着千年的时光 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 揣摩古人的心境 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 这是他们从流水不服 互书不度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生命在于运动 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 想拥有健康的体魄 不仅需要长期锻炼 保持好的心情 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养生方当中 它就告诉我们什么了 你要补不如什么食补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 这一页台里面记载的就是 长期服用甜酒冲淡 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 除此之外呢 才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 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 其实是能够看到的 首先第一句呢 就是我们的一息补我 百日不复 这一句话所提倡的就是 如果你熬夜通宵 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 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 而疾病在任何年代 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 《马王堆检博》中占比最大的内容 就是医治疾患 各类医书有十六种之多 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 《阴阳十一脉九经》 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酒疗学著作 《五十二病方》 记录了五十二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 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这里展示了这两页 这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 取狗的膀胱洗净 然后插上这个主管之后 捅入人的肛门 使其胀气之后将换处脱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 割除之后 他们会用黄情以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 最后将人倒掉在这个防粮之上 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这个是医检和阴阳 一共是有三十二支检 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 然后这个医检叫做杂禁方 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合 巫术 哇 他还能治孤嫂相斗 我的天哪 好厉害 这是巫术 古代巫医同源 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 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 詹饰 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补算极胸 这是马王对博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 出土于三号墓的周易 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抄本 由两大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记录六十四卦挂名 挂词等内容的经文 出土时取名为六十四卦 另一部分是对六十四卦的解读 即所谓的撰文 共有六篇 除了细词传有传世爱 另外五篇 二三子 一之一 药 谬和 昭力 军美古一书 博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 六十四卦中 有三十五卦的名字都不同于金本 如前写作剑 坤写作川 再比如 金本周易六十四卦的最后两卦 为季季和魏季 季季只已经成功 但却以魏季作解 以保留有余 两卦相连 一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 马王堆汉木出土的这本周易 最后一卦名为 易 虽表述不同 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 博书周易中的奥义 至今还在不断地解读中 它的价值不仅在于 版本学 教堪学 那些一诗的 以及有别于金本的内容 向我们展示了 不同时代 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初久利用大作原子无救 我们稍稍地分散一下 除了被称为捕士之祖的周易 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一平 还有天上的星辰 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 五星粘 全文八千多字 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 虽然是占卜 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 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 天文学著作之一 为粘册之用 占星诗详细记录了 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第三年 这七十年间 木 金 火 土 水 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 以及对应的吉凶 博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 和今天我们测得的583.92日 只差0.48日 两千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 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 堪称奇迹 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战的博书 则将两千多年前的天文气象 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 它们由珠墨两色绘成 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识人看来不同寻常的异象 共250幅左右 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沾纹 其中最珍贵的当数31幅彗星图 每一幅上都有彗头 彗尾 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 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 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 作为一部以云 气 晕 红 肾 颈和星等元素 进行占卜的博书 天文气象杂战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 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 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十四国云气图 表明博书的绘制年代 应该是这十四国还没有灭国之时 各色天象中 像扫帚一样托着长尾的彗星 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 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 因为特立独行 运行规律 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 并带给了中国人最早的天文学奇蒙 好 我们往那边 我们大家走路走的时候慢一点 没关系 在立西的私人图书馆里 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意志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 《老子》 又名《道德经》 博书老子有两个版本 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疑本 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假本 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 有些意思相近 如经本的道可道非常道 博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横道也 有些则截然相反 如经本里有一句 执古之道以玉京之有 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 博书里写的却是执经之道以玉京之有 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 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 我们说老子老子是道德经 道德经一般都是道经在前 德经在后 但是在我们马王雷汉文出土的 这个老子夹本和仪本呢 都是德经在前 道经在后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 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 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 有一点却毋庸置疑 那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主人 立西生活的年代 老子备受尊崇 朝廷规定 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 遵其数 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 整个汉帝国将皇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 然而在立西去世几十年后 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 独尊儒术 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 皇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 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 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皇帝四经抄录在博书老子遗本前分为经法十六经 称道元四篇 皇帝四经即关于皇帝之学的四篇经书 他们与老子遗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四十八厘米的卷博上 共计一万余字 这是皇帝与老子在博书上的相遇 也是对西汉初年皇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 今天我们习惯片名位于文章之首 但皇帝四经的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 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 还要依靠法治 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 老子主张不争 这里却说不争一无以成功 称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 区分轻重换级 道远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 皇帝四经的重新现实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皇老之学的认知空白 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必适 但其实他很入室 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 只不过要顺势而为 一般认为黄老一排是道家的一个分支 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 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如法如道 以道家的英雄无为作为根基 以法家的行民法术为语义 道和法 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 核心理念可概括为八个字 清静无为 与民修习 这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 汉帝国初期 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 迎来了文景之志的手势 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丽熙和父亲对黄老之学 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 这些幸存下来的博书 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 有了更多面的了解 遗憾的是 这远非历史的全貌 即使是马王堆三号幕出土的博书 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 识别文字 正确拼均坠原文 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 读懂背后的毅理和思想 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博图 文物专家选取残寸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 将其命名为物则有形图 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 它应当是关于皇帝丝经的 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 而且运含着中国古代千元地方的云州观 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 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一支 参观的游客请向前走 注意脚下台阶 注意脚下台阶 好 到了这里 您看这些字 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 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 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相对来说 黄老不过是马王对汉木博书 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 但它构成了 但它构成了利西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 这层底色之上 各种不同类型的博书 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 从脚下的大地 从脚下的大地 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 其实在两千年后 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 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 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 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 并得后来者 以无限起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